好另外來看到是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呢 竟然是在AI熱潮當中打冷戰 而且呢這還是號稱 中國AI晶片第一股的韓武器 現在又傳出了大裁員的消息 不只如此 連在成都辦世大運 有氣氛都超速殺的嗎 敏寬 成都辦世大運本是好事一件 結果大家看到世大運的一個規模 頭昏眼花 為什麼呢 原來世大運是這麼的折磨人啊 第一個氣氛極度的速殺 上個禮拜我們有跟各位說哦 各省哇所有的公安 蹦蹦蹦蹦 全部都支援到整個四川去了 那到四川去之後呢 現在呢三步一綱五步一哨 現在還不打緊 就在星期五七月二十八號 世大運正式開幕 大家看到那個開幕清單昏了 為什麼呢 你看一個比賽 安全檢查先八個小時 然後各位你知道多折磨人嗎 他說你不能去上廁所 為什麼呢 因為現場的那個區 這一區的人就是這一區的人 不能夠移動 所以呢拜託各位 帶足夠的尿布絲 尿布絲是什麼 就是台灣的陳的尿布 你看個比賽 還要帶陳的尿布 好 那大家說 這什麼鬼世大運啊 為什麼 之前有跟各位說過嘛 世大運前三天 全程配菜 不要出門 你通通待在家裡面 所以呢 那個垃圾清運車又出來了嘛 大家就配菜對不對 回到了整個疫情清零的一個期間 然後現在更好笑 你就是辦個世大運而已嘛 又請你來看喔 回家喔 回你家喔 各位 你是回你家喔 你要辦所謂的出入證 回自己家還要辦出入證 真的是見鬼了 然後呢 人家說四川重慶有三多 各位什麼三多你知道嗎 他們麻將館多 然後呢 酒吧多 還有火鍋店多 然後現在呢 全成都 所有的酒吧通通關起來 全部關 酒精飲料通通都不供 然後呢他們說那關起來晚上要幹嘛 廢話在家看央視啊 看整個運動的一個轉播 好這是現在的一個狀況 結果呢後面呢好多的網友 也不知道是腦補還是事實 這則事實 我們先跟各位說 我們不保證的 最近四川都在下雨 然後他就說奇怪了 真奇怪真奇怪 為什麼呢 傳出提出了所謂的超能力 為什麼呢 習大大要到成都來喔 他們說呢 他們單單在整個成都 四大運舉辦的一個地方 旁邊呢 一直在噴很多的那種 所謂的天氣干擾的那個煙啊 一直噴一直噴一直噴 干預天氣 結果呢 當天呢居然晴空萬里 哇出現了所謂的運動欄 整整花了五百萬的一個人民幣 但這則訊息是真是假 這個我們先跟各位說 這個我們倒是不保證 新聞有報導 但現在呢 中國真的要出現了 所謂的翻天覆地的事了 在中國過去戶籍不能移動 先跟各位說啦 連你去看運動 都不能夠離開位置的戶籍 怎麼可以移動 你人員讓他移動來移動去的 你那個戶籍要怎麼追蹤 沒辦法追蹤 14億人根本追不動喔 最近呢 據傳要開放了 過去的戶籍是不可以移動的喔 我問各位喔 如果戶籍可以移動 每個人是不是都要去北京 上海廣州深圳 特級城市先去啊 要嘛 從窮的縣市 往有錢的縣市來做移動啊 但現在呢 據傳呢 因為一來房地產太多 二來呢 現在的農民工呢 真的需要讓他們有些地方 可以真的落戶 特別是那種農民工 特別多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次呢 第一個部分省份開放 第一槍開的叫浙江 那浙江呢 各位都知道喔 其實呢 浙江不管是杭州 不管是溫州 這邊商人也非常非常多 對不對 所以呢 中國為了刺激經濟的情況之下 農民工落戶 現在要大松綁 為什麼要大松綁 我問各位一件事情喔 農民工如果落戶大松綁 會出現一個狀況 老家的田地賣老 到這個地方 總是要有個安居落葉的地方嘛 對不對 你總不可能睡帳篷嘛 要開始來買房子了 好 這個是目前浙江的一個狀況 但想不到韓武器 今天開了第一槍 現在說第一件事情喔 韓武器是一間 非常重要的AI公司 這個過去的時候 他們就是整個 在中國AI當中的佼佼者 但是呢 經由第一輪的一個 所謂的裁員之後呢 目前要進入第二輪的一個裁員 然後大家往第二輪裁員一看呢 居然是自動駕駛 那自動駕駛 目前還要再裁一半的一個人喔 但現在中國的 整個所謂的電動車呢 殺戮戰場已經開始了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現在中國的電動車 發生了所謂的進退不得的狀況 尤其這個狀況 真的連我都不會解 你因為賣車賠錢嘛 所以是不是賣的越多 就賠的越多 你不賣車 你就沒有現金收入 你還是賠 你還是得倒 所以往前走也沒路 往後退也沒路 現在只能怎麼辦 你知道嗎 靠別人撐 你看國外的資金 願不願意來幫助你喔 所以目前中國電動車的整個殺戮戰場 現在簡單的說 特斯拉跟比亞迪特級的大家在拼 下面的人大家都在找活路 想辦法給他活下去 所以現在是殺到東倒西歪 但殺到東倒西歪呢 最近中國一則新聞 讓大家嘖嘖稱奇啊 發生什麼事呢 湖南越洋啊 湖南越洋有一件事情 有一家印刷廠 這個印刷廠的老闆呢 剛好他的爸爸當官 那這個爸爸呢 也真夠義氣 他就跟各地各縣市的人說 哎呀我兒子在開整個印刷廠啊 大家有空就多多捧場 又請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24個鄉鎮 所有的官方所有的印刷 所有的所謂的所謂的政見的印刷 所有的印刷 通通都在他家 通通都在他家 賺錢賺到盆滿撥滿喔 然後呢這時候呢 這次的訊息爆出來之後呢 你知道汪友第一件事情說什麼嗎 說還好是辦印刷的啊 他不是賣骨灰彈的啊 他如果是賣骨灰彈的 不是每個人都要爆一個骨灰彈嗎 然後後面還有網友說哦 哦那這個印刷哦 不是印刷機啊 不是印表機啊 他是一個印鈔機啊 真的是超厲害的 但中國因為今年經濟的狀況不好哦 你知道可怕的事情又要來了 去年就已經發生了哦 去年的星巴克呢 他們就規定 每個門市每一天至少賣25盒的一個 所謂的中秋月餅 賣不到怎麼辦 對 員工要自己吞 員工自己吞 員工要自己吞 所以這個叫做月餅刷單 然後呢現在呢 星巴克2023的月餅來了哦 所以呢 星巴克夥伴的一個惡夢又來了 然後很多人就說 怎麼辦怎麼辦 去年都吃到快吐了 今年難道還要繼續吃下去嗎 所以可以確定一個狀況 經濟的狀況真的是不太好